美女狙击手挑战猛男神枪手 这两个角色相比 谁用强更厉害了 嗨 各位宝子们好呀 最爱你们的三母大叔 有屁脸屁脸的跑来啦 兄弟们 我好后悔呀 因为我有了头蛋兵和迪亚兹两名 范围伤害大将 想着还差一个单体输出的 于是我就把辛辛苦苦 斩的2500金币 买了一个狙击手 还把忽略50%的远程抗型的战术套 给他穿上了 结果 就这 一枪才60 我头蛋兵敲一下就是40多了 就这样是 他速度还快 狙击手打一枪的速度 头蛋兵都能敲两三架了 这上还一对名 也差太多了吧 等等 是不是等级低了 我赚点钱 上个级看看 来啦 我相信我的眼光 一定不会翻车的 狙击手 加油 你绝对是最强输出 好像还好 打这个呢 65 不会是看错了吧 不是吧 普通僵尸都秒不了 不过打大型僵尸 伤害倒是高了一些 变成了85 但还是不好使啊 我的头蛋兵打一下也是44 攻速还比得快 完蛋了 狙击手真的是白买了 兄弟们 狙击手还有什么真强的办法吗 我不想让我的金币白费啊 比起那么多钱 我都勾生一次卡车了 还能把阻力对射提升到好多级 大叔 别难受了 我找了个星球力来帮你 啊 厉害吗 超强的哟 我去 哪一模屁我 一看 就好像很有属属的样子 小僵尸 基本算是秒杀吧 他远程敌人 可能会飘 杀比较分散 聚敬点后 我去 流了 一发子弹就有30点 一锁子上去 狙击只有几百点上海 可是怎么是准大法了 兄弟们 狙击手和成交手 同学谁更厉害啊 那本期视频就到最为止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小僵尸